我們要來恭請立法委員候選人 也是我們現任的立委廖國動立委 廖國動 廖國動 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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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請我們候選人致詞以及感恩詞 謝謝 首先 讓我們再次的歡迎我們的庶民總統 韓國瑜 韓國 總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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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樣的一個場面 非常非常的熱切 我們要的是改變台灣 翻轉台灣對不對 翻轉台灣 在這裡要代表台東 來表達一個心聲 今天 韓市長 韓總統 我們一路從南到北 參加了多項的會議 當中有一件事情 就是 我們都覺得 這幾年 甚至數十年 台灣的發展 城鄉不均衡 有虧台東的花蓮 對不對 所以要申請韓國瑜總統啊 要關注 台東的交通 在今天的談話當中 我們特別提到了 過去 國民黨長期執政 四年 八年前 馬英九 總統的時候 為了台灣的交通 做了非常多的建設 包括 我們南回公路的改善 即將通車 還有我們的鐵路 廠站的改善 都已經陸續完成 還有花東的電器化 也都好了 都好了 但是 還是有幾個缺口 今天我們韓市長 都已經聽到了 包括 花東快速道路 對不對 對 還有 花東的鐵路的雙軌化 對不對 今天 我們韓總統都已經聽到了 我只是代表台東 再一次的重播 這些內容 台東要的 不是什麼 就是一個公平 城鄉發展的均衡 對不對 對 主持人就是在看我的時間 是 最後 我要特別 提到 再送信 這一次 國動 再次的獲得 中國國民的提名 來 競爭 再一次的 為大家服務的機會 我要告訴我們的 原住民的朋友 我 廖國動 在立法院 非常 堅信的過程當中 幹過書記者 幹過總召 幹過總召 這個工作 不是一般 而是經過了非常大的一個洗練 讓我 能夠在眾多的 漢民主的立法院 擔任書記長 這個是空前的 當過總召 這個也是空前的 我覺得我現在是 原住民的寶貝 寶貝對不對 我們要不要進入立法院 進入立法院 最後 我們對韓總統 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期待 我們希望 我們韓總統在這次 能夠高票的當選 這樣好不好啊 挺進 送親 總統府 好過呀 動帥 好過呀 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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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我們韓總統 進入總統府之外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如果沒有立法院的支撐 這個總統會做得非常的辛苦 所以 我們幾位鐵品的同志 張志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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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動帥 張正輝同志 張正輝 張正輝 廖國棟同志 加油 動帥要進入立法院 來的韓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請聽民意 支持國政 請聽民意 支持國政 請聽民意 支持國政 支持國政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來都... 接下來我們要來共...